中医强调治疗疾病急者治标缓者治本 目前正值积极的交替之际 天气忽冷忽热 许多小孩的气喘症状会在此时突然发作 因此医师特别提醒 当气喘患者病发时 不妨试着绝嘴式呼吸 即使先吸一口长气之后 嘴巴成吹蜡烛状 之后再慢慢吐气 重点是要使吐气的时间 比吸气的时间还要长 才能减轻呼吸不适的症状 同时必须遵医嘱按时服药 定期致门诊复检 并可搭配中医治疗缓解症状 才能远离气喘的威胁 除了使用中药用来改善体质 调养皮肺肾三个和气喘有关的脏腑系统之外 远离过敏源 以免刺激而诱发气喘 平时也应多运动 放松身心 再配合食疗以及按摩来增加免疫力 食之以恒体质会有显著的改善 而气喘治疗除了药物头语外 也可以服以针灸治疗 一般发作期可以取定喘 弹钟 天图 内观 丰隆等穴做针灸或推拿以缓和病照 小朋友如无法配合针灸 也可搭配按摩穴位的方式作为平日的保健 或配合耳针减少夜间发作以帮助睡眠 而缓解期则可以取肺梳 皮梳 肾梳 大椎 足三里等穴做针灸治疗 至于夏季三伏天穴位肤贴 一般是以减少气喘或过敏性鼻炎冬季 发作平度与严重度为主 针对食疗的部分 紫苏茶 适应症 气喘 犯胃寒 功效 温养肺气而平喘 百合莲子银耳汤 具有滋阴润肺 开胸健脾的作用 适合于秋皂喘咳 痰年少 腌肝痒而喘咳者 除药物治疗 药膳养生之外 注意生活起居之调适 也可以减少气喘或过敏性疾病的发作 如气候变化 做好防寒保暖 避免接触刺激性气体灰尘花粉 家中不宜装置地毯 绒毛玩具或养猫狗等宠物 饮食既会生冷 肥腻及辛辣心山鱼虾等物 避免过度劳累及情绪起伏过剧 以及维持正常生活作息 与适当之运动 及放松身心 再配合药膳饮食及按摩 来增强免疫力 同时必须遵医嘱按时服药 定期致门诊复检 并可搭配中医治疗缓解症状 持之以恒 过敏 气喘等问题 会有明显的改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